让吴平的尸体 证明我的清白 我今天炖了点炖品 准备趁个热给大嫂送过去 我没想到 没想到 我竟然 我竟然遇到他们两个 我踹门进去的时候 这俩还抱在一块呢 周英 你有什么话说 我和王世军 清清白白 这是吴魏双和柳氏故意陷害 目的 就是要侵吞三原点大行 那你说说 他们怎么陷害你 他们买通宝莱 先把王世军约到偏房下了药 再把我骗到偏房 待我进门之后 就大喊捉奸 宝莱 宝莱 宝莱是谁啊 吴贫生前的小司 那你的意思 宝莱 也参与了陷害 把他叫来堆制 算了吧 这么难堪的事 知道了人越少越好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东院的名声 可就完了 前上训下 一阴五阳 一阴五阳 大嫂 大嫂 这是一批够挂呀 老四 啥意思 阴长阳衰 无孔无辱 真预示着 女人使这个家衰亡啊 大嫂 不祥之兆啊 对吗 说的就是这个女人 听说是干嘛啦 我拉 进来 去吧去吧 听说呀 那天晚上 被我夫人 亲眼看见了 老爷 夫人 宝莱 你说 今天晚上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 今晚 今晚怎么了 我不知道 宝莱 今天晚上 明明是你说 南院三叔找我有事 是你把我带到那个房间的 少奶奶 我今天晚上 一直在别院留夜 我只看到你出了别院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说实话你 你说 有事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少奶奶 你以前那些事啊 我们能隐瞒的 都替你隐瞒了 可是今天老爷夫人都在 我可不敢撒谎啊 以前的事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宝莱你快说 宝莱 你说 还有什么事儿 就是 少爷死后 有一天晚上 有个男的 从少奶奶房里跑出来 被发现之后 翻墙跑了 有这事儿 有这事儿 这事我都知道 他 那个男的是谁 那个男的我倒是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他 就是他 什么 那天啊 弗莱和春信都在 您可以问他们 娘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 他 他的确是个贼 但绝对不是王世君 绝对不是啊 二叔 二叔 你去那片方一看就知道了 那门 虽然被魏霜给踢坏了 但能看得出来 是让人从外面给扣上的 那门是我扣上的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当时在一块儿 我怕你们跑了 我就把门给扣了 周晏 原来你 和王世君 娘 如果我和王世君 真有奸情 那老爷怎么会在出事之前 外托王世君来照顾我 又怎么会委托王世君 来转教是一堂大义 那是大义的 那是大哥被你蒙骗了 这老爷是什么人 我一个丫头骗子 都骗得了他 谁能证明是大哥 委托王世君照顾你啊 这是一堂大义 还不能证明吗 这是一堂大义 分明就是王世君偷的 假托大哥之名 交给你的 对对对 假借大哥之名 对我们指手画脚 我赔你 满嘴喷粪 我可是有证人证据 什么证人证据 来人 把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请来 夫人 那王世君曾经拿着一方验台 到三元典当行典当 因为这验台十分的名贵 显而易见不是他所有之物 因此我就对他多了几分注意 夫人 老爷派人送来了这个 这是给永梅准备的 放书房里 这是无凭书房里的眼带 这是王世君的亲笔签名 我已命人将王世君 在噱头房的作业拿来了 您看一看 四弟 二哥 您看看 是同一个人的笔记呀 真是的 是 王世君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别院 很显然 是别院的人偷出来交给他的 这个人是谁 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王世君 这大的验台都敢偷了去盗 那更别说 一门印章啊 对啊 这是这个道理啊 王世君 王世君 你起来说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世君 王世君 说话 王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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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云啊 人正 物正俱在 你还有啥可说 还跟他有什么多说呢 这种淫妇 免出无家 越快越好 拧走我 你就如愿了 来人 等等 二叔 二叔 我是被冤枉的 我平时到底为人如何 何王世君到底有没有奸情 吴家冬月那么多丫鬟小丝 你一问便知 周盈 周盈 我问你 吴聘 是怎么死的 你说什么 是不是你 毒死了吴聘 吴聘不是旧伤复发吗 可他死的时候 口鼻流血 吴聘伤在头部 口鼻流血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是中毒之死 也是这个症状 梁大夫 吴聘的死 有没有可能 是中毒生亡 这 如果是颅脑出血 那色泽应该是偏暗 对呀 可是那天吴聘脸上的血 好像是线红的 对呀 对呀 我听人家说 中毒而死 那就是蹊跷流血呀 二叔 这封信 是从哪儿来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二叔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不凭死了这么久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恰好我要收回三原点当行 就突然冒出了这封信出来 你还是觉得 有人陷害你吗 二叔 吴聘死的时候 丫鬟小丝也都在场 如果真是我下毒 吴家东院 岂能让我活到现在 那大家都被你骗了 也未可知 二叔 我怀疑这些 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都是同一人所为 都是同一个目的 就是要陷害我 赶我走 要我说 吴聘是不是中毒而死 开棺验尸 不就明白了 绝对不行 开棺验尸 人都入土为安了 这动静太大了 大嫂 事关人命 必须要查清楚 二哥 您觉得呢 好 这信上说的这些 本来我也不信 可今天晚上 发生的这一切 却让我不得不怀疑 二哥 三哥 这 这 这 别去惊讶吴聘了 这动静就太大了 老四 你也不想一想 万一要是这个女人 害死了吴聘 咱们把她放过了 我们的大侄子 在九泉之下 那不是死不瞑目吗 大嫂 为什么你死了 还得不到奇迹啊 大嫂 大嫂 老爷 你看嫂子都伤心成这样 她都快禁不住了 别开了 可是 可是要是不开关 这个女人啥都不认她 我同意 让吴平的尸体 证明我的清白 我